欢喜为你答 而且详细为你解说 让你产生欢喜 接下来再看几三 再问 于是地藏菩萨摩荷萨以祭颂问曰 好 古人问祭颂有两个意思 有好多意思 其中第一个 祭颂容易背颂 第二个祭颂呢 就是在后来的众生听经 就举个例子 像现在讲经 有些人又很辛苦没有吃饭赶着来 八点半才到 前面没有听到 那师父讲解 可到最后呢 师父会用一个祭颂做一个总结 他听到了祭颂 第三个祭颂 所以第一个祭颂是立于背颂 第二个是对于没有听到的 再重复重点一次 第三个呢 祭颂呢 可以背颂作为禅官用 叫随文入官 所以底下就是古汉文的祭颂 请看 秉一 多劫勤苦修持 请看祭颂第二 我成十三劫以勤修苦行 为一切有勤除三哉跟五浊 地藏菩萨就说 我在无量劫修行 在这个贤劫当中 我曾经十三劫修行 我真正为了众生修行 修无量的苦行 目的是为解决一切众生的痛苦 所以因为地藏菩萨多劫 无量劫生生是修苦行 所以苦行的功德力增长 所以地藏菩萨的功德力就很大 为了除掉三哉 水哉 火哉 雨 风哉 这三种 五浊二世 大家很不会陌生 就是阿弥陀经讲的 杰浊 见浊 烦恼浊 众生浊 跟命浊中 这五浊 对不起 时间有限 我没办法 五浊一个一个为你介绍 请看下面 第三首 多聚之佛所 以色无边共 曾见大集会 清净众和合 请把无边共画起来 这叫无遮大会 我地藏菩萨 多生多劫 清净过多聚之佛 聚之佛就是很多很多 像横河沙树这样 跟观音菩萨一样 世多清义佛 发大清净愿 那地藏菩萨在六道轮回里面 无量节修 他也要修布施共养 最大的叫无边共养 无边共养就是 印度有一个叫无遮大会 就是在于兰盆会 出家人 结下安居的时候 不管修的是圣贤的出家人 或凡夫的出家人 所有的他都会共养 这是要很大很大的功德 那这个功德其实是很好的 注意听 这个功德不是做生意 而是以虔诚的心 想要广修无量的供养 像佛在世的时候 莫利夫人 一供养都是九十亿印度币 他供养佛 袈装还有僧众波 还有食物 还有各种生活 他一供养 就是九十亿印度币 你们可以算一算 心币跟印度币 几比几 九十亿印度币 他是个皇后 对不对 所以他非常有福报 那这里讲无边共 听好传到中国 其实刚开始是有无遮大会 可是后来中国人 就中国的民族性 有中国民族性的做法 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 水露大法会 而且是有价钱的水露大法会 我觉得这样就很可惜了 师父没有说水露大法会 没有功德 注意听 注意听 我没这样讲 这边有录影 我现在告诉你 真正的功德 是你生起平等心 广师无边的供养 不管是圣贤生 凡夫生 我都供养 不像供养三宝 注意听 无遮大会还要不师 贫穷的人 因为贫穷人也有佛性 就供佛的那天 供三宝的那天 也要做不师 贫穷一切的人 举一个例子 1996年 孟参老和尚 带我们去 五台山朝圣 对不起 五台山朝圣 他老人家就很慈悲 就申请 五台山有一个叫千参灾 千参灾就是五台山 寺庙非常多 有些山上在东台 北台南台 你要很早一个礼拜前 通知他 而且三天之前要通知他 有些人还要走一天的路 才下山来 接受供养 所有的出家人 那你知道吗 你看到出家人 就像龙蛇混杂 各式各样的出家人 有些上马很庄严 有些人都奇奇怪怪的 可是 文殊菩萨曾经发愿 五台山感应录里面写 若有人在五台山 供千参灾 文殊菩萨一定亲自来应供 哇 这是很大的功德 但他化现什么样子 你都不知道 可能化现一个臭臭的乞丐 或是一个脏脏 人家看不起的出家人 可是他是真正文殊菩萨 他要让你修平等心 所以那一年我们 托孟三老和尚的福报 我们就所有的团员 六七十位全部出钱 打千参灾 哇 我们都非常的非常欢喜 我相信文殊菩萨有来应供了 所以这个样 无边供写在旁边 叫平等的供养 真正的功德是在平等心 上供三宝 下祭一切贫苦的众生 贫苦跟病苦的众生 你能够生起这样广大的功德 就算你今天只是布施 心币只有两块钱 或十块钱 你的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我觉得很多国家的联友 有时候都不深入佛法 其实都蛮世俗的 只是从世间的角度来看 这个法会庄严 那个师父送得不错 这个寺庙做得不好 我们就不参加 那个道场价钱比较高 这个道场比较便宜 来来 我们去那边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分别 都是你不太了解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在你的心量 与愿心 我昨天讲了 对不对 今天跟有一个联友问我说 师父曾经有些联友说 我们初学佛没有那么大功德力 回向不能回太多耶 你听这是佛法吗 这叫相似佛法 谁说不可以的 对不对 你就是因为知道的不是正确的佛法 所以你今天心量就这么小 执着固执这么深 所以你今天就这么苦 真正所有的佛菩萨 都是心量广大无边的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多多深入释迦摩尼佛所教的教法 我们才是一个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佛在表面上你真的说你是佛教徒 不要说新加坡 在台湾也是这样 你真正登记都是佛教徒 我拜佛的 其实很多都是民间宗教 都是一贯道道教 还有神鬼教 他也说他自己佛教 然后你问他 你是佛教徒吗 他说对呀 我念大悲神咒啊 我拜观音的 请问 念大悲神咒一定是佛教徒吗 不一定的 念大悲神咒当然很好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的知见是不是具有佛的政治正见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下面地藏菩萨说 他生生世世世过无边的广大供养 曾见所有的圣人 凡夫生跟圣贤生 都很清静和和的众和和在一起 把众和和请化下来 我又要多说几句了 对不起 希望新加坡的佛教团体要和和 中国人这个民族性很奇怪 人家曾经说过 对不对 中国人一个人很聪明 对不对 两个人就不聪明 两个人呢 是德国人聪明 三个人谁最聪明 日本人最聪明 因为四本人团结跟和和 日本的民族性是这样 从小学教育就告诉你 要和和 我们中国人是这样 别家有开面包店了 很好 我开一家比他更好的压下去 日本人不是这样 他开面包店可以 我跟他合作 你开早餐的欧式面包店 我开东方式的面包店 我们生意都很好 整条街都有生意 所以曾经有一个老和尚说 中国人是最不和和的 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里面 没有和和的细胞 我听了一下 我想一想 真的也是这样 但是也不是没有 中国也有 中国大乘佛法 八宗兴盛的时候 也是很殊胜的 但是说一句话 新加坡的佛教团体 在家出家都和和 为什么不和和呢 因为有我职 曾经有很多人来见过我 然后也跟我谈 师父你要发心啊 发心啊 我也给他建议建议 说了半天 最后说 师父你讲的都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自己做自己的吧 我知道为什么 我讲的呢 苦口婆心劝你 然后呢 你都听进去了 结果你跟我说 我还是自己做自己的 答案说两个 第一 理念不同 第二 利益冲突 我都傻眼了 什么叫理念不同 我们都是释迦摩尼佛的佛弟子 没错 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 我跟你觉得不会一模一样 所有众生的夜显现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就像是双胞胎一起生出来 两个人的个性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是佛弟子 都是释迦摩尼佛的佛弟子 那请问还有什么理念不同 当然教派的教义可能会不同 你读法华经 我读华严经 没有关系 可是华严经跟法华经 都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怎么会分得这么清呢 第二个 共同合作的时候 就碰到了利益争夺 所以很多人办法会 还是为利益的 所以你得到的只是福报 而不是功德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新加坡在家出家和合 福教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宗派 福教已经被其他宗教都嘲笑 欺负了也变成弱势团体 你知道我们在台湾 台湾虽然佛教很兴盛 你知道吗 内政部做过调查 台湾宗教里面第一名排行榜是谁呢 是民间宗教 各位有看过台湾的 马祖出巡吗 有没有 全台湾家很疯狂 小时候我也疯狂过 对不起 那时候我拜观音娘娘 那时候没人跟我说佛法 我也跟着马祖去出巡 小时候我也跟着我们家乡这样子 所以台湾佛教排行榜第一名 则是什么 是民间宗教 第二名是基督教跟天主教 第三名是道教 第四名才是佛教 全世界基督教天主教都很合合 都有组织 所以师父讲这个 我没有要去跟别人比 才叫做我们兴盛 我就说我们要反省自己 佛教徒跟佛教徒 为什么都不能合合 因为都有强烈的我执 所以我觉得佛讲 无我法是对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完全像阿罗汉的无我 但是什么叫无我法呢 把你的私心放淡一点 不要什么东西都是讲利益 不要什么东西都是讲钱 不要什么东西都是讲人脉 那请问 讲钱跟利益的话 大家不会合合 所以古人中国大陆 高僧寺庙管理制度里面 就会说寺庙 钱太多大家会争 钱太少大家会担忧 刚刚好就够了 大家出家不要为了利益而争 假如你真的为利益而争 那你就不要来学佛 在世间赚钱 做computer 做很多project 你可以赚进全世界的钱 那你来佛门做什么 来佛门是要修持与证悟的 我刚刚才讲过 你能够修持与证悟 成为圣者 从轮回当中出来 那样的功德 是胜过你拥有世间很多的钱的 所以不论在家出家 若有福报 你自己的福报 或人家的福报 应该普慰众师 广修共养 不要去存钱 不要去买古董 不要去收藏古董 那些对你来讲 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好 我只能点到为止 希望佛教 欺众弟子和合 佛教不是靠一个出家人 比丘跟比丘女 举一个例子 就来宽敬念佛堂 讲经说法 是要很多很多的条件 对不对 靠一个师父没办法 要有人排桌子 要有人控制音响 要有老菩萨在厨房煮饭 要有招待的人员 对不对 要有管灯光的人员 要摄影的人员 全部的人员都和合的时候 这个法会才会圆满 假如什么东西 只要一个人 那完了 一个人我是做不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叫 因缘和合法来说 佛教要清信众和合 佛教徒若不和合的话 那我告诉你 那吃亏的是佛弟子的 请看第四宗 他说我地藏菩萨 多生多劫 情修精进波罗密 所以地藏菩萨是非常聪明 有智慧 勤劳精进的 他不是放异懈怠的 而是他凡是地藏菩萨 所度来的众生 与会大众 皆来同集会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今天是善根具足 福德具足 又精进具足的 没有任何杂会众 杂会众就是乱七八糟的 这个修行者 就是说所有的与会大众 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 为什么呢 他都是多生多劫 勤苦修持而来的 答案讲这些的 无量众会 都是地藏菩萨化身 度来的 不管是天上的天人 人间的修行者 我地狱恶鬼畜生的鬼王 或天龙八部 都受过地藏菩萨的恩德 接下来见看 丙二 邪见棒法受苦 地藏菩萨就开始正式请问 请看幻灯片 师父在Question Q&A 我要把它转成红字 他正式问释迦摩尼佛 第五诵 云和此佛国 慧恶损尽善 智者皆远离 恶行者同居 我先讲这一首诵 他说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五卓恶世的难言福提众生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你虽然成佛了 可是你实现的这个佛国图 众生刚强难化 难调难浮 而且心中都很污秽 动不动都造了很多恶业跟恶行 甚至污秽的心跟恶业跟恶行 都损害了很多人的清净的心 跟善良的本性 他的意思是这样 的确你看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老实说 我们继续讲 智者皆远离 有智慧的人都远离了 他不愿意出来为众生做事 古来讲一个皇帝出世的话 天下的人才就会出现 那当有智慧的人都躲到山里 表示什么 那天下是乱的 他不愿意来奉献 恶行者同居 住在一起的人 坏习惯相互影响 最后变成大家都一起坏 师储坏有一句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白乌鸦的 没有吧 对不对 这是辟喻 这是中国辟喻 他的意思说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你所居住的佛国土 众生都是造恶的很多 肮脏污秽的心 贪嗔之很强 恶行非常多 后来损坏了他清净的心 跟善良的本性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看第六 多造无间罪 毁谤于正法 毁胜起恶见 妄说断肠论 他说因为他心很污秽 又有恶心恶习 动不动都会造杀到淫忘久的 五无间重罪 五无间重罪大家知道 杀父亲杀母亲 对不对 就以杀父亲杀母亲来说 以前很少听到 对不对 现在全世界报章答字 哇 都不得了 对不对 甚至也有爸爸妈妈 毒死自己的小孩 或贩卖自己的小孩 到不良的场所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现在人心 变得这么不好 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众生都造恶业多 待会我会讲货业苦 因为造恶业多 然后很多人就会 吃势而非 用自己的眼光 去诽谤诸佛的正法 举个例子 很多人就会说 我有一些 学佛的人的朋友 也有一些 没有学佛的朋友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灵友问我说 师父啊 那我们碰到一些灵友 等一下 我看到一个问题 师父啊 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提醒别人 不可以造恶业 不然会有因果报应 可是我的朋友 他们会认为 我是在诅咒他耶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该如何呢 答案听好 师父给你的建议 是要改用其他方法 第一个 要有同理心 你动不动呢 你知道这是因果 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 举个例子 注意听 注意听 这很重要 你知道杀身不好 可是你不要了 回到家里呢 就催催念 催催念 妈你就是一再杀 你就会短命啊 你这样的解绍方法 不对啊 你讲的是真话 可是你不太会讲话 没什么智慧 你应该换个方式讲 怎么讲呢 妈你假如是鱼的话 你会被宰吗 你喜欢被人家 剁你的身体吗 这样讲就好了 他会想 也就是说 你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讲 这是因果报应 没错 佛家讲因果报应 因缘果报 是要有善根人才会接受 可是啊 你呢 对于一个完全不接受 佛教体系 因果报应 或六道轮回的人呢 你要用两个方法 一 同理心 第二 三个方法 一 同理心 二 帮助他的内容 应该是他所需要的 第三个 要有耐性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这个联友问题问得很好 待会我讲个故事 给你听 我朋友的 所以你看到他 现在钓鱼了 他很开心啊 跟朋友去 新加坡海边钓鱼 他很开心啊 他觉得他没有做坏事啊 他心很好啊 对不对 尤其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啊 钓鱼没坏啊 对不对 那可是你的角度 会觉得他不太好 那你怎么办 你要跟他讲 哎呀 好朋友啊 假如你是鱼的话 你会被钓吗 或是假如你是鱼的话 你有什么想法 假如你是鱼的话 你愿意被人家抓吗 先从同理心这样子 他会比较容易接受 请你写下来 这很重要 第二个 你要想 他现在要去钓鱼 其实他要帮助的是 他要朋友的是关心 你可以关心他 但换个方式 或许你会说 哎呀 好久不见 你想去钓鱼 你是不是孤单啊 那这样 今天我有空 我陪你好吗 我们不要去钓鱼好了 走吧 我们去 shopping mall去吃吃饭 然后带我们去看 红衣大师 一轮明月的电影如何啊 我陪你啊 他可能刚开始会犹豫一下 ok啦 not too bad ok accept that 因为他会觉得 刚开始其实没有 其实他只是要人陪他而已 那他觉得你这么真诚 好啊 虽然他不是佛教徒 那我没问题啊 我去看一看红衣大师传 也不会坏事啊 我也不一定要做佛教徒啊 你帮他的是要他需要的 关怀他 第三个 要有耐性 可能他也会顶你一个嘴 他这么啰嗦 你管那么多干嘛 怎么佛教徒 变鸡妈妈的妈妈 管那么多啊 对不对 有很多佛教徒 是很鸡妈妈的妈妈 对 师父也是鸡妈妈的妈妈 还很鸡婆 我承认 可是要有耐性 你帮助他 他可能会拒绝你 注意听 拒绝你的时候 你会难过 哎呀 你心里想 狗咬屡洞兵 不知好人心啊 我这么关心你 花时间 电话费时间来关心你 还不领情 不要这样想 你要想 哎呀 他情绪不好 你也有耐性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 都接受因果 举一个例子 我就有一个国中的同学 不要说 她是一个女生 非常的聪明 可是很不幸 她是小儿麻痹症 她是全班考试第一名 她非常非常聪明 人缘非常好 长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庄严 甚至她长大以后 我们各自念书以后 她有福报 到德国去留学 她走到哪里 人缘都非常好 可是她唯一缺点 就是行动不方便 她人缘非常的好 真的好到 大家都很赞叹她 也羡慕她 到了德国以后 什么样的人 她德文也很好 然后牧师对她也很好 然后基督教 天主教牧师对她很好 连摩门教的牧师 对她都很好 她还做过基督教 天主教 跟摩门教的秘书 秘书长 是义工 你看她职位做多高 可是她今生 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因为她后来跟我 其中一个同学 在国中要毕业之前 成为班队了 结婚了 她是一个女生 她的先生 是我小学最好的同学 国中的同学 就他们结婚了 结婚当我很高兴 很压抑 当我很祝福 可能我刚开始 也很关心她 有一天 她跟我讲了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她并不信佛 她只是喜欢我 这位出家的朋友 她跟我说 姓鸿石 一定要接受因果报应 我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要相信呢 我说你想说什么 你说一说吧 她说小的时候 我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 我很难养 可是我很健康 很快乐 可是在五六年级 小学发育的时候 她就开始肌肉萎缩 就变成了小儿麻痹症 小儿麻痹症 她还是很有福报 她生在有钱人家 所以一切还有用人照顾她 可是她的妈妈 一直就有一个罪过 就觉得生了这个女儿 让这个女儿很痛苦 她就想 她妈妈是造了什么恶业 然后她就去问三世英国 他们不信佛的 就下街民间宗教 嫁鸡扶乱 去问三世英国 问的结果是什么呢 她前辈子是日本军阀 南京大屠杀 中日战争的时候 她一个宝宝生起来 就插一下 一个宝宝就插一下 她杀了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她就问我 我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要相信呢 这是不合理的 It's unfair 可是我来想一下 那我问她说 伯母去问这个故事 你接受吗 她说我不接受 前辈子就前辈子 我这辈子心很好 她心非常好 前辈子我没有看到 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相信 因果报应呢 那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说那没有关系吧 我就问她 你曾经做梦梦过吗 你曾经梦过 你在梦中你做过军人 或杀过人吗 她说她有 她常常梦到 她是在战争里面打仗的人 那我说 那应该伯母的 这个去问的这个消息呢 应该是八九不离迟吧 后来呢 我也知道她很懂日文 她日文很穿好 她只要一学会呢 他就会念了 她前辈子可能真的是日本人 当然我不能讲得太武断 因为她已经很不高兴了 再讲下去 翻脸了呢 我们两个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说没有关系没关系 过去就过去了 最重要是你的心很好 现在比较重要 她说对呀 你看我人缘多好啊 对不对 你要鼓励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众生注意听 她是毁谤于正法 毁胜起恶见 她是有恶见的 她不接受因果轮回 不接受六道轮回 妄说断常论 断跟常把它画起来 人死如灯灭 这个叫断论 狗死了当狗 猫死了当猫 这个叫常论 断论跟常论 知道吗 所以这样的众生就很难度 这样的众生 你不要动不动 就跟她讲因果报应 她听得非常恨 甚至会毁谤 你要换个方式讲 没有错 因果你可以知道你在心里 但是你要有同理心去帮助她 所以这个朋友 一直到现在都有跟我联络 好朋友 就有一次他们家 好像是谁的 她的哥哥的小孩 有一天半月被鬼压 然后就惊叫了好几天 还发烧 她就第一个打电话给我 信封师 我要你帮忙 我说好啊 需要我们帮忙 她说你可以来我家里看看嘛 听说我们家里有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我说好啊 没关系 我去关心你 我们是好同学 免费 free no charge 我就选那一天 真的去她家了 对不对 她说我要怎么做 我心里想 我帮你念大悲咒吧 好 然后我就撒劲 撒劲 撒劲你念完 撒劲完 她们把我红包 我拒绝 我说我不是为红包而来的 你为她去做功德 然后完了以后 她怎么样呢 然后我就跟她讲 你的房间呢 给她一宗观世音菩萨 因为那个她 弟弟的那个女儿 很喜欢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就带一张 很喜欢的观音佛卡给她 然后呢 放在她船头 我叫她们家点一个香 然后呢 每次睡觉的时候就点香 念十身观音菩萨的圣号 因为她们不接受金刚秤 所以我没有叫她念 所以我叫她读大秤 然后晚上就睡觉 睡觉就没事了 然后她就非常感谢我 所以换句话说 嘴巴她不讲 给她内心接受我的帮助 这叫善巧方便 那你一定会问 她也问我 你来我们家看看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 这样 对不对 这样看 桌上看 机下看 还把她床部翻起来给我看 答案是有告诉你真话 师父是有感觉的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说 我说心比较重要 我没有讲 但我有感觉 是的确有幽民 这种生干扰 所以我才决定帮她念 三遍大杯神奏 我帮她撒净 撒完净以后 大杯水 我就叫她喝下去 全家人都喝 对不对 有时候啊 不一定要把细节都讲出来 尤其是对一个不相信英国人 你把细节讲出来会吓到她的 了解吗 然后我只跟她讲 你喝大杯水 然后每天点香睡觉 一个礼拜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 你拨电话给我 然后后来我就呢 要他们家人的名字 我就帮她送经 他们家不送经 我送经 他们家不点灯 我在寺庙帮她点灯 最后问题就解决了 我心中发愿 将来度她成佛 所以师父 不是要跟你炫耀说 我修得很好 只是告诉你说 从佛法 我体会到一些经验 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 尤其面对 毁谤因果报应的人 你不要去强迫她 各位老菩萨 尤其是女居士 或许你坐在这边很有福报 你的先生没有来学佛 她成就你 你不要动不动呢 回去呢 你就要劝她学佛 你可以介绍给她 但不要强迫她 因为没有一个众生 愿意被强迫 加拿港断见跟常见 哎呀 我又有一个故事可以讲了 我有个法国朋友 我全世界都有很多朋友 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 常见的就是人死当人 狗死当狗 猫永远当猫 所以它就永远不会变 我在澳洲留学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室友 六个人住一间 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分开 个人有个人的间 学校宿舍这样 我们有共同的客厅 diving room 还有共同的kitchen 师傅是吃素的 我隔壁有一个朋友 叫Fabiam 没关系我讲他的名字 因为他不会听中文的 讲经的 他相貌非常庄严 各位知道 法国人是全世界最会享受的 他相貌非常的好 然后呢 长得也很帅 也很 handsome a little bit sexy 这样子 然后呢 可是呢 他就很好奇 他对佛法是不太相信 他告诉我 我刚刚做朋友的时候 就是做朋友而已 然后我问他说 你相信宗教吗 他说他是从基督教 跟天主教的 教会学校毕业的 可是有一次呢 在考试的时候 因为他太混 来不及念 他就一直祷告上帝 上帝啊 请你让我考试通过 结果那一次没考过 他就永远不相信上帝了 我就跟他讲 no comment 不以置评 我说 你相信宗教怎么会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也不相信佛教 那我问他为什么 我就反问了一个问题 问他 你觉得你死了以后要去哪里 他说死了就死了 没有啦 死了以后就进入大地啊 泥土啊 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去问去哪里 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说本来就是这样啊 那我就反问他 你从哪里来的呢 他说从我妈妈的肚子 蹦出来的啊 那我就再问他 你在妈妈还没有出来之前 你从哪里来呢 他说 这个不重要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去想 有些人就是这样 了解吗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你这辈子是很有福报 为什么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他真的相貌非常庄严 身体也很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 他爸爸是救火员 他的公共救火员 他历代家人都是 Fireman 救火员 所以在法国 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 他就出动了 都是去救人的 他非常勇敢 他一生救过很多人 他还跟我讲过 很多精彩的故事 我说 就是因为你救过人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你的身体很健康 你的福报很好 所以你一切很幸运 所以你的相貌也是这么修来的 但是他刚开始听一听 后来想一想不错 但是呢 你知道法国人呢 最糟糕的有三个 一个是什么 美酒 第二个是美女 第三个上床 对不对 法国人没有这三个呢 是不能活的 对不对 他有一次还跟我讲 他说 他叫我的英文名字 然后Harrison Harrison 要因为我带着女朋友来的话 在你隔壁 那你不会介意吧 我说不要太大声吵到我睡觉就可以了 外国人就是这样 因为外国人的想法就是享乐主义 来生命就是享受 甚至他有一次问我 Harrison 你不吃肉 又不吃鱼 又是vegetarian 每天又打坐 又诵经 你的生命会不会很无聊啊 我说不会啊 我很有聊啊 我跟你很有聊啊 每天不是聊了很多吗 我说我有 I'm very happy about my spiritual life to be a monk 我很高兴 我的精神生命 因为我出家了 但从他们的角度 会觉得我们这些是很无聊的 人生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对不对 跟他讲 我还有一个很有聊的 就是我去的世界 全世界十八个国家 对不对 他去的国家比我还多 二十几个国家 因为他家是很富有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对于这样的人 他是不相信 人死了就人了 回归大自然 出生的时候就像猴子样 蹦出来就来了 那这样的人 你跟他讲因果报应 是没有用的 但是最后我只能鼓励他说 你要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就像我们佛教徒常讲 你自己要珍惜你的生命 后来呢 十多年没联络 最近联络到了 对 他在法国了 找到一个很好工作 他结婚了 有两个宝宝了 我非常祝福他 所以注意听 众生无边誓愿度 最重要你要先跟他结善缘 做朋友的缘 然后要有同理心 还有关心他的 帮助他的 应该是要他所需要的 最后要有耐性 等你发愿成佛的时候 你就会像释迦摩尼佛 有神通一样 有智慧跟功德 你不怕度不了他 不要急 但是也永远不要放弃 所以我全世界有很多朋友 我走到圣地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基督教 天主教 或是religious or non-religious 就是信宗教 或不信宗教的呢 我都会帮他点灯 这样子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 皆成佛 现身 或许我没办法向他鼓励他们 像各位在就灵友这样精进学佛 有诵经 有上佛学班 有做功德 可是慢慢来 我相信有一天 他跟佛法一定会有缘 因为他已经跟我讲 他不相信基督教跟天主教了 所以我相信我将来还有机会 帮帮他 并不是说一定要拉他做佛教徒 所以众生是常常有很多 断见跟常见的 接下来再看第七诵 聚造十恶业 不畏后世苦 翻过来 多远离三寸 臭慧向恶去 无名避其目 贪疾多尖脚 脚 对 请看第七诵 就说有些众生 他生下来 就是身性很恶劣 刚才我们讲 他动不动就喜欢造 杀到一望久的十恶业 而且他不怕后世苦 的确我遇到一些台湾的青少年 有时候他对 出家人有些会很恭敬 有些没有善根的 也会很不客气 而且台湾也有一个句话 看到和尚头光光 一切输光光 好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 这就是民间宗教 对不对 看到和尚头光光 一切输光光 所以赌博那一天 他们都不去庙的 因为他怕输光光 其实根本没有关系 各位想一想 和尚跟赌博有关系 They are not connected 他们没有连结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话里面 你看他念起来就很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下次应该改一改 对不对 换一个 看到和尚头光光 一切所求皆如愿 才对啊 是不是 好 那这样的众生 他不畏后世苦 注意听 很多年轻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有一次我碰到年轻人飙车 我跟他说 你这样很危险 小心 他说是怕什么 二十年以后 我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错了 深呼吸 我告诉你答案 二十年以后 你是一条毛毛虫啊 他吓一跳 师父为什么 我就讲六道轮回 故事给他听 因为现在年轻人 是不相信因果的 为什么不相信因果 注意听 因为他不接受你的惩罚 注意听 我再讲一遍 佛教讲地藏法门 或大政法门 佛教没有惩罚思想 没有一个佛菩萨 会惩罚你的 你今天受苦的是 自作自受 这是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跟其他宗教 其他宗教 有持家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师父没有批评 可是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是要告诉你 自作自受 可是年轻人 假如你不是很用 善巧的方式去帮助他 你不是用很有智慧的方法 帮助你的家人 其实你越要家人 接受因果报义的时候 他是越反弹的 为什么 我问过他 他说我干嘛要信你那个系统 我不相信就对了 哪有什么因果报应 我还是好好的 知道吗 所以因果报应 是让人家觉悟的一个真理 而不是押住你 或是套住你的一个枷锁 不是 举个例子 你杀身 常常杀身 你就多病跟短密码 所以佛告诉你 不要杀身 当你受不杀身戒的时候 不是说 我心不甘情不厌 你善男子善女人 能不能不杀身佛 很不愿意讲 Yes 你好像是心不甘情不厌 被强迫去受戒的 受戒不是这样 受戒是你经过思维想 我就是因为病动很多 生生世世杀身 所以我现在在佛前面 发愿对佛菩萨做一个承诺 希望佛菩萨加持我 也鼓励我 我也自己对我自己一个承诺 从此我永远不伤害众生 这样子他就会欢喜去受一个 持不杀身戒 那你说持不邪淫戒 现代人最难办 真的 烦恼很赤胜 对不对 年轻人也很难 为什么 都喜欢劈腿搞外遇 我甚至看过一次 换各位深呼吸 我最近看到无意中 讲到社会现象 有些杂志写 这个时代 没有一个男人不劈腿 没有一个女人不外遇 哇 师父都吓死了 我的心脏甚至不太好 可见现代人 完全都不相信 他认为劈腿跟外遇 是流行 是正常的 那我问你 对不起 各位女众不要介意 一个老婆都很难搞 三个老婆你能搞定吗 一个老公都很难服侍 你有三个老公 你能伺候得好吗 你一定累死的 所以变成现代人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叫邪见而造很多恶业 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他生出来的娃娃也不太健康 病痛也很多 麻烦也很多 对不对 未婚妈妈一堆 对不对 气因一堆 这就会产生自己很苦 社会问题也很苦 所以注意听 戒律不是释迦摩尼佛控制你 戒律是释迦摩尼佛 从轮回里面觉悟到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苦 就是因为你不能够 把持自己的行为 伤害自己 也伤害了一切的众生 所以很多新加坡的联友 都很喜欢用堕胎的经典 来做忏悔业障 为什么 可能新加坡榴莲吃太多了吧 是不是 你要控制自己的烦恼 知道吗 你宁愿不要做第三者 否则你有这样的困难 当然 你来 见师父 师父也是会鼓励你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放弃 会鼓励你 你只要忏悔 可以精进 可是你会发现周遭的人 都会习以为常 而且会炫耀你 甚至会侮辱你 觉得你这个人 没有种 没有勇气 不要这样 因为为什么呢 人家要堕地狱 你不要堕地狱 人家不想出轮回 我想出轮回 人家不想去修行 不想去极乐世界 我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要坚持自己的 品德与行为 这个才是戒律本来的意思 接下来再看 多远离三秤 远离三秤的教法 声闻元节菩萨秤的教法 你真正劝他 他不相信 臭惠相恶趣 他的身心都非常的污秽 总是喜欢黑暗的世界 最后就投胎到三恶道 为什么呢 因为无名 盖住了他的眼睛 他心中充满了贪嗔 嫉妒 而且多肩脚 肩就是指男女不正当的行为 外遇 脚就是还特别 说自己没有错 来狡辩自己 来装饰自己 地藏菩萨就问 世尊世尊 为什么现在的众生会是这样呢 尤其是在末法时代 现在你看到全世界也是这样 甚至大家也会说 笑评不笑娼 对不对 很多一些想法 对吗 想一想 好 讲到笑评不笑娼 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当时在王射城 王射城是当时古代印度的大臣 现在你去佛陀八大圣地 你会看到八大圣地都在郊区 都很落后 可是佛当时的时候 八个国王都是非常的富有 而且护持佛法 在王射城里面 因为是首都 所以夜夜越美丽 晚上还是有色情行业 所以有一条叫妓女街 突然有一个叫做 幽玻璃花的女生 她不但长得很漂亮 是妓女 而且还找了一群的女生 来专门做色情行业 然后她非常有富有 然后她非常有权势 也跟很多的王公贵族 跟商人都很多的很好友谊 可是她心中很孤单 她就是找不到一个好老公 然后她听说 佛陀住在王射城 她说佛陀是一个智者 而且佛陀会看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 她就想 那我一定要去见佛陀 所以因为她是做不好行业的 色情行业 可是她很有钱 然后她就带了很多美女 然后带了很大的供养 去见佛陀 那你想释迦牟尼佛见她吗 佛见她 佛知道她得度的姻缘到了 她就来 善女人请来 来了以后她顶礼了佛陀 她说佛陀 她看到佛 哇 全世界我没有见过 这么帅的男人 然后佛就眨眨眼 这样子 佛陀跟她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她说佛陀你太庄严了 你别有看过所有的男人都庄严 佛就跟她讲 庄严是从清净心而升起的 庄严不是像你想象 从染污心会得到的 你看佛讲话很有智慧 然后接下来她就问 佛陀啊 我拥有所有的财富 我也做什么行业你知道 但是我很苦恼 我就是没有好老公 然后我也想得到解脱 佛陀啊 听说你大慈大悲啊 你可不可以为我说佛法 佛陀这时就放光为她说法 告诉她 善女子啊 财富跟美色 只会诱惑众生 虽然能够暂时地得到快乐 但是心灵是会越来越染污的 得到了一次呢 一步错呢 就步步会错 你虽然现在得到权势 财富 而且你也带了很多眷属来 可是你不会永远拥有它的 有一天你也会老 而且佛还跟你讲 你会变成黄脸婆 对不对 越老是越丑 请问你那时候不是孤单吗 你拥有的东西 你真的能够永远地得到吗 这时候佛说法像静一样 一次知道他心里 他真的是感动了 他就哭了 他说佛陀没有错 我虽然长得很漂亮 我拥有全事 我有很多为我做事 可是我心中真的很孤单跟寂寞 最后他就在佛前放声大哭 作为佛弟子 然后就跟佛说 学佛法 最后他也很有福报 把自己的不敬之财 就供养佛陀 佛陀还是接受 佛陀要念佛 念咒加持他 不敬之财变成亲自你之财 就护持生团 也让他学习佛法 最后这位 女咒 做妓女的头的 她很喜欢佛陀 为什么 因为佛陀太帅了 所以他每天都很喜欢去看佛陀 那佛陀刚开始就跟他讲 然后慢慢 佛就为他讲四圣地 先讲八正道 讲四圣地 后来佛为他讲十二因缘 最后佛为他讲不敬观 他就认真修行 最后是一个在家女居士 正出国徐陀环 很棒吧 所以你有朋友 要做色情行业的 请讲这个故事给他听 佛陀永远不会 歧视任何一个众生 我常常说 佛陀用贪称之三种人比 贪是用妓女 零花色比丘尼 就出家了 这种阿罗汉果 称就是猎人 杀生 吃是小偷 有时候称 佛也会举于渔夫或猎人 就是都是杀 所以这贪称之这三个 是人类众生欲望 是最出众的 也有这三种的行业 而且从古至今 这三种行业 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对不对 有人类就有这样的欲望 就有这样子的行业 对不对 所以遇到这样的众生 你不要舍弃他 你反而要怜悯他 但是小心 假如你太帅跟太美丽的话 还是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吧 因为你还不是佛陀 你不要说我要杜他杜他 最后你就被他杜走了 那就 阿弥陀佛了 请看下面 秉三 破烦恼 转法轮 第八诵 云和转佛轮 度此众生类 我如何在这五着二世里 大转无上的法轮 为所有不同的众生 宣说不同的教法 度这些众生 什么叫度众生呢 让这些众生能够 离苦得乐 接下来 云和破相续 如金刚烦恼 破相续 相续是你的心念像河水一样 佛经里面常讲 心相续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continuously mindfulness 相续的念头 如何破除我们这个相续的念头呢 就像金刚烦恼一样 金刚是坚固的意思 很难吹破的意思 然后烦恼呢 有时候你 知道自己不要发脾气 可是你又控制不了自己 你只要告诉自己 不要贪 不要计较 可是你还是动不动 就斤斤计较 你告诉人家 不要吃醋 不要嫉妒 可是看到美的东西 都会吃醋跟嫉妒 对不对 人人都会比的 好 讲到比 是烦恼的根源 注意听 我这次讲 我现在就讲 我们中国会有一句话叫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还有一句话 人比人 各位都很聪明 各位是中国人 好 注意听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你的烦恼就是在比 因为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若你不知足 又不节制 或是知足 或是安乐的话 或感恩的话 你永远在比 新加坡一个比一个 一个比一个 你永远比的 最有钱的人 你永远比不上 你就会贪得无厌 往下比 你一个是跟人家比 你就会瞧不起别人 所以比是一个烦恼的根 这是很粗的 你可以感到 第二个 人比人 气死人 对不对 在没有学佛之前比 哎呀你知道吗 我家老公赚很多钱 你家老公赚多少 我家小孩考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你家小孩怎么样 你看很多都是爱面子 学了佛也比 比什么 你念无量寿经多少部 我念普贤行业比也不少 你念大悲咒十万遍了吗 我还没有 没关系 我拼引你 也是比 注意听 虽然你不比世间的 师父要跟你讲真话 你比佛门的 可是你还会继续轮回 因为你的我值没有断 好那现在怎么办 注意听 不要比上 也不要比下 也不要跟别人比 因为叫你不比 是不可能的 现在反过来 自己跟自己比 这样子就会成为 修持的动力 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怎么断 你的金刚烦恼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自己跟自己比 去年的你 跟我今年的比 去年我脾气很坏 我今年脾气有没有好一点 去年我对众生不太慈悲 不太温柔 我今年有没有稍微慈悲一点 温柔一点 温柔不是叫你假假 而是真心去关心人 去年我心非常的急 动不动呢 就很急躁 事情都做不好 我今年呢 有没有耐心一点 去年跟今年比 上个月跟这个月比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比 今天跟明天比 这样子你就会重围 注意听哦 注意听 很重要 我没有要你断比的根 比较心的那个树根 你是很难断的 但是我要你把比较转过来 自己跟自己比 就会成为精进波罗蜜的动力 你就会成佛度众生 了解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 这也是师父想做比喻 而且我也体会到的 这样子你才能够在 虽然你有烦恼 你有我执 可是你转化以后 比成为你修行的动力 而且自己跟自己比 所以有时候呢 师父讲经的时候会鼓励你们 各位很有善根 有时候我也会呵斥你们 精进精进再精进 其实讲到最后 你还是要自己鼓励自己 有时候不要放逸自己 但是也不要要求自己太高 我今天学佛 念满十万遍大悲神咒 我就证阿罗汉果 然后我就要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那么快的 慢一点 心不要那么急 所以自己跟自己比 成为精进波罗蜜的动力 接下来再看 云和得种持 果能如是忍 种持就是呢 我们叫大悲咒 种持陀罗尼 种一切法持一切意 也就是说 如何我修到这边 殊胜的方法 能够通达一切的佛法呢 种一切法持一切意 果能如是忍 我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 这么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的世界里 我却可以能够忍得住 而羞耻 就像法华经讲的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这个成不清菩萨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秉四 聚重的是妙法 第九诵 今我见导师 大吉胜稀有 未曾见余处 据如是众德 我地藏菩萨 今天见到尊贵的 释迦牟尼佛 大导师世尊 您是贤劫千佛 第四尊的佛 您是无量节呢 大吉就是积功累德呢 积了很多福德因缘 而非常稀有难得而成佛的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呢 在其他的地方 可以看到他像您 有这么样这么多 清净庄严的功德 再看第十诵 据度多功德 勤修菩提道 云和处于众 能开示佛伦 既然释迦牟尼佛 你是据多生多结 各种无量无边功德的 你是很精进 不放逸 不懈怠勤修菩提道的 那请问 您这样的有智慧的人 在这么苦的世界 你如何为这些云云的众生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 凡夫俗子 愚痴的云云众生 开始呢 这么殊胜 唯妙的圣身佛法 那一定很难很难吧 所以你看看 地藏菩萨问了多少个问号 很多个问号 接下来 释迦牟尼佛就针对 一个一个开始答 第一个问号就 云和此佛国 会恶损尽善 在第十九页 第十九行 第一个问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